我来看什么是台湾新族兵荡所越来越多 自己市计会的基盘爱无国界 创作图馆幸福华党 邀请新旗兵入行关怀协会新冠参务 现中分享异国料理 其中设计地也关心新旗兵的基团 就与第二代的教育问题 自己市计会的基盘爱无国界 创作图馆幸福的华党 来自新旗兵入行关怀协会教育 列列来参务 现中来自新旗兵的二国料理快乐来分享 跟其市医党少许来关心新旗兵 基大旧样旧医以及新生态教育 我们今天在嘉义市议会 举办了新住民的这个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是爱无国界创造多元的幸福 目前在台湾 驾到台湾来当这个台湾媳妇的新住民 姐妹就有51万多人 那么在嘉义市也有很多的新住民 所以我们希望新住民能够感受到 这一块土地的人情 感受到我们百姓对他们的照护 因为他们飘洋过海的驾到台湾来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 而且他们驾到台湾来呢 除了要帮忙照护家庭 要协助侍奉公婆 同时呢这些新住民的姐妹 也为了我们呢生育照顾养育的 这个许许多多的新台湾之子 所以我们举办了各项的活动跟课程 希望我们的新住民姐妹呢 她们能够提升她们的知识跟技能 相信这对家庭生活能够有所提升 当姐妹们她们的知识技能提升以后 家庭生活品质提升她个人的人生的价值也会提升 那么同时对于他们在教育下一代的这个品质 这个教育的品质也会提升 我相信这才是增进我们台湾国立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举办这样的活动 希望呢所有的新住民能够认同这一块土地 对他们的爱跟关怀 女党小小的感谢深住民 分享到二国料理 每一道菜她都入宿家庭 她表示目前够到台湾来的新移民 姐妹都已经19到51万人 大家都离乡北京 飘用贵海够到台湾来 成为台湾的新夫 在后协助家庭的照顾方面公布 并为我们的生育、拥育、教育 教育力很多台湾基础 在此也要感谢 新移民对台湾这对土地的奉献 世新新闻卓宾档将其其操作